我们再来看简报翻译 简报翻译也有很多问题 做好了要播 问题也很多 那首先第1个 我们刚刚没有分享一下怎么跳页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在这里 你要跳到指定页数就是把页数完全加N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要挥的是F5跟SHIP加F5 因为F5就是直接播放简报 但是要注意是从第1章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讲到一个段落像我们 本段落讲的话我可能这次要从第20页开始 这个时候你就要会按SHIP加F 不过各位注意一下如果你电脑的Office是2002之前的 没有这个快速键SHIP加F5 因为之前我有遇到它的那个是用比较旧版本的 那就没有这个 另外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吧 简报里面有 箭头跟笔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会按 那么还有一个清除笔记 这个最好也要会因为有时候我画了很多了 我们画了很多这个你是不是要把它清掉 你要按ABCDE的E 就会把它清掉一次清掉你就不用再 一个一个弄 那么还有一个我 偷偷会用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时候简报的时候会忘记时间 有的人手机会放在旁边有的人有戴手表 可是像我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这边荧幕也是我的画面都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会偷偷按一下 什么叫偷偷按一下 现在我就知道大概几点 还是平常你会这样按这个 按这个人家就知道了 你可以按这个 有没有发现下面整个工具列跑出来 因为这个快速键是哪一个 Ctrl加T 这样你了解吗 如果说您刚好也是 跟我一样 不戴 不戴手表 手机会也不见得放旁边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偷偷看一下时间 可以像这样子去看一下 这是 用 PowerPoint里面内建的方法 内建的方法你可以像这样做 那村庄PPS应该比较没什么问题 这个大家会 那么这里倒是有一个 如果老师因为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形 有的老师会希望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备忘 不希望让你看到吗 不希望让你看到的时候就是 备忘 就是给 演讲者要用的嘛 不是给 就是来的那个同学或老师这样听众的部分 那怎么办 是让你可以搭配所谓的多 多重萤幕 多重萤幕 比如说你看 我这样子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这里有没有放映 对不对 你只要有投影机 这里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 你要把它设为延伸的 我现在是设同步选择 就是说同萤幕 投影机也是一个萤幕 对不对 我现在因为设成是同步选择 所以 你要设成延伸 这个时候 这里面的选项才可以选 那你能够解的意思吗 那我现在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 刚刚这个 是在哪一个快速键课有印象吗 第一节课的 在那10个没用过的 快速键里面 微软的那个按键 加上哪一个 P Print 加上P 这个加Print 有没有 你按住Ctrl不放 P按一下按一下 它就跳一个 好那你看我现在是延伸的 所以我把它选一下 各位 你们现在萤幕上看到的 跟我看到就不一样 因为你们的叫延伸画面 我的是在这里 那 可是我要这样怎么给各位看 我把这个拉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你有偷看到一点点我现在看到的萤幕吗 你们的那个萤幕应该没有的 应该只在上面的 我先把它切 切换给你 你可以试看 Windows那个按键加P 可是你们的应该会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一个萤幕 对不对 所以可能要切换 大概不行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用的是延伸 各位我先问一下 你的工作环境 会不会有两个以上的萤幕 老师上课可以大概有两个萤幕 对不对 那有些人 怎么样 他可能有旧的萤幕比如说 14寸15寸的不用啊 那他现在因为买了17或者甚至20的啊 对不对 那旧的你都怎么处理 就这样 可惜 要完就觉得萤幕太小 所以你可以拿来当第2个萤幕 也就是说 你第2个萤幕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你可以变成你桌面再延伸出去 你了解意思吗 好再延伸出去 那我们在简报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这样 就是如果我要你看这个画面 我就把它 丢到你这边来 那如果我要看回来 你看我现在 我往左边拉 就拉回我的自己的萤幕这边 你们就看不到 就回到我原本的 左边的萤幕 那你了解意思吗 好所以你看 我把它拉过来跟各位分享 你看一下 在这边 你看我现在这里 也没有我的显示显报是在监视器2 就是投影机 投影机 一般呢我会建议跟你在把这个地方把它选起来 也就是说你在 我在 按F5 的时候 投影的时候呢在简报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画面呢 是在这个画面 那我的这个画面呢 他就会是属于使用者的画面 就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看到简报的内容 跟那些备忘 那如果你有勾这个呢 你就可以同时操作 你看 我把它 先 按播放 我现在要看这边才有办法播放 好 播放投影片 有没有 我这边看事实上我现在录的画面跟你们是不一样 我转一下给你们看 我的画面有没有跟你们不大一样 有没有 你了解意思了吗 这样我可以在这边去看那个备忘稿 有没有这边有白白的 这边是看备忘稿 左手边那边就是看那个投影出去的结果 好 所以如果说老师您其实 一般来讲很多老师都会用到那个投影机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做 所以 虽然说 我们这边你看 比如说我在这边这样子让我切换 那边是不是还在变 对不对 上面有变 可是我这边是用我自己的操作 这样你了解了吗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种 简报的方法 就是 您在简报的时候您可以占用 就是 Windows内建的 应该说 简报PowerPoint里面内建的这种多重萤幕的方法 可以玩看看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现在我要换回同步 也没有这个地方又不能按了 对不对 好就是说你把这个弄起来 那这样 看到的画面就会不同 这个是 我觉得你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我就搜紧一下 我把它 Shift加F5 有没有 对不对我从这页简报嘛 好所以这个是你 参考一下 那这个辅助工具我们是有介绍过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简报的话 怎么办 如果像我刚刚讲的 你有字型啊 或者音乐档案啊 影片档案 万一都会靠过我们刚那个大小的 你结果只带简报档案去 那这样就完蛋了 那个就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 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 如果说你 怕说你的档案有问题 在2022 称作 封装成光点 在新的版本 2022称作 随身简报 新版本都称作 封装成光点 但是事实上不一定要 烧入成光点 反正他把你变成一个资料夹 就对了 会把你所有的档案包在一起 那这种方法 是用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一个情形 就是 比如说你们假设同学 这个同学可能遇到机会比较多 或者是行政人员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简报档案 可能来自不同等制作 但是最后你要把它整合成一个 有遇过这种情形吗 有时候同学的报告 他做第一部分 他做第二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合成一个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两个用的版本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是很勤劳的 复制贴帐 你就发现完蛋了 那个格式常常会跑掉 有遇过这种情形吗 有的应该这种 团队合作者常会遇到这种情形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是用这种方法 封装成光点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 像我们一般在展示 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展场 展场 展示的时候也许你有两个 或三个以上的简报档案 你不太可能说 人在那边 这个拨完再拨下一个 再拨下一个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一样用它 因为 封装成光点 除了可以帮你把 所有你简报 用到的档案 打包起来之外 它还可以适用在什么 就是 多个档案做连拨 让你了解吗 而且 对方的电脑 不一定要有装 就是那个 PowerPoint 因为他会把一个Viewer 也带在里面 尤其像各位你们现在用的是2010 2010 不是每个地方都用 对不对 那你的档案拿去 不能打开 那不就完了 所以他可以带一个那个播放器 Viewer的播放器 带着走 那你就比较不用担心说 对方电脑版本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 试着来做看看 好吧 那在哪里呢 你看一下 在这边 你看我们刚从这里 我用这个 OK 这里我刚有插入音乐吗 没有 好我先插入一个音乐 声音 再放一个影片 因为这个都一定会超过那个大小的 所以呢 您看 好 这个 这样进来的 按一下再播 好OK 所以我两个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 从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做 在哪 链存 对 发布 他现在发布 封装成光点 对不对 按一下 这个时候他要问你说 我待会呢 虽然他称作叫CD 但事实上没有关系 有没有一个叫复制到资料夹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选项的部分 你看他预设的话呢 他会帮你带一个view 播放器进来 还有 你的自行要不要顺便进来 有没有 如果你真的有用到特殊自行 没关系啊 至少你可以带着啊 带着的话 那他就 万一对方电脑要编辑的时候 你至少有自行可以直接放进去编 另外呢 要不要保护这没关系 所以 你看还有多一个检查 有没有不当的私人私君 好那这个不用了 好我假设这样子 OK那我们就按确定 好现在呢 他待会我会帮我建立一个资料夹名称 资料夹名称就叫这个 好那你看我把它复制到 我指定的资料夹 我把它放到我的f草 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我都很喜欢放f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记忆体模拟 这样速度比较快 好OK 好那么 他就要把这些 他问你 是不是连结档案是要封装进去 要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帮我封装一下 好 OK的 现在我回到这边来看 有没有多一个简报CT的资料夹 那么我们刚刚的档案有没有在里面 有 在这边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MP4 MP3 我的这个 档案 在这边 那你的 Viewer就是这个档案 那您了解意思了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里面是不是有个play 这个叫做P4档 DAD 就是我们所谓的P4档 早期豆子叫做P4档 那你如果要 按照你预定的那个播放顺序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档案 所以没什么差 但是如果你有多个档案的时候 你只要按下这个play 他就让你播放的 档案的顺序直接播下去 让您了解意思吗 好 你看一下 来 这里 如果我在这边 这个 你看 我刚刚这个一个档案 对不对 你要再增加第2个第3个 从这边来 从这里 所以你如果真的会拿到不同人的 请你不要自作主张 再把它call到同一个档案 这样倒霉的最后会是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就是 有时候检报档案怎么样 还会在做修正 会不会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景 比如说你已经 跟他讲说到今天为止 可是 等到明天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我打到昨天晚上我又更听了一个档案 啊 那要怎么 你再做一次吗 要不要再检台一次 要啊 所以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法 你看 比如说我把这个再加进来 你看有没有两个 对不对 所以万一他有问题 我就再把那个档案 换掉就好了 我不用做任何动作 这样才会轻松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 如果你透过这个方式 那我们再看看 还有我这边 假设这两个就好了 然后我就把它 一样复制 这个之一 好 确定 OK 所以我现在回到这边 我做了一个之一 你看简报有没有扣进来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按这个play 他就照刚刚的播放顺序 因为刚刚播放顺序 会存在这个文字档 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打开 有没有看到1跟2 当然如果万一你觉得播放顺序不对的 您可以做调整 你看这个 把它 拉下来 这样就先播它再播它 让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 播放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好那 这个部分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